希望你介紹一下 將整套跆拳道裝備辦到會場 台灣體育大學大肆的學生們 為了展現畢業作品 卯足全力 以曾獲釋件跆拳道錦標賽金牌的 國手莊家家為主角 貼身拍攝長達一年多時間 可以說是用盡我們四年學到的所有東西 包括是剪輯跟採訪技巧 因為我們整部片的前置作業 跟過程的拍攝跟後置 都是我們自己一手包辦 想用短片傳達的 就如同牆上四個大字 用不認輸 他面對挫敗強大的心理素質 跟不認輸的精神 也是我們想要傳遞給大家知道的 另一組則拍下年僅24歲 就挑戰奧運跳高的選手 向俊賢的主夢過程 以紀錄片手法拍下真實故事 在一年半的時間裡頭 往返台中高雄數十趟 前前後後也修改了上百次 原本預設的結果 跟我們最後就是真正發生的結果 也不太相同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不斷地要在他比賽後 或是發生什麼事情後 我們的故事線都要一直不斷不斷地 在做調整 不僅拍片學生甚至攜起程式 動手設計一整套的棒球勤搜系統 假如要與正陽的話 我就可以看到他這場比賽所有的數據 學生們將心血完整呈現 就是要展現四年所學的精髓與努力 東森財經新聞 綜合不老 學生們將心血到中心血到中心血的 氣味深深深地 學生們將心血到中心血華 後面所根本的氣味 後面所根本的氣味 Chand